Rachel這個角色是登到馬來西亞時候的Leader 鍾佳欣 掌聲歡迎Leader Let's welcome his Leader Cho 今年都繼續有很良麗的成績 實際上要和Leader介入 首先請Leader先上台 接下來請出我們其餘的兩位重量客人朋友 首先我們請出第二位 她就是去年在我們香港萬千星區頒獎演藝的時候 憑著巨輪賊 現在已經有角色的我們歡迎田睿妮 Leaders Gentleman Let's welcome Miss Crystal Twin 終於也有很好的作品 帶給大家一口 現在跟她講過這一套 大家不論香港和馬來西亞人 都很喜歡這個作品 中間人 好啦 我們有請一田先 接著下來 當然有一位男士 這位男士厲害了 她曾經憑著演新舊版阿黃 即是在這個《望寬成龍》 和阿黃新轉這兩部不同的劇集當中 都是拿過兩次馬來西亞的士帝 大家都知道哪位 我們歡迎郭晉安 Leaders Gentleman Let's welcome Mr.郭晉安 你和田睿的合作 非常勇氣之餘 現在正在播演中的老闆 有非常精快的表演 首先不如我們先請三位給我們的傳媒 拍張合照線 好嗎 你來最近看點什麼 還有你會不會有什麼好戲 或者有些好工作 大家分享一下 不如女兒先 Leaders 馬來西亞的傳媒 你好 Hello 我最近就剛剛播了我們叫做《飛鼓2》 播了第一集 我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是個不一樣的中間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 還有剛剛就在台灣拍完一套叫做《華麗轉身》 童哥、阿姐、松哥、芳生 還有很重要的是 接下來十二月二十日 我會舉行第一次的馬來西亞演唱會 所以希望到時大家都會過來支持 謝謝 好啊 一定會支持的 阿田 這陣子在看什麼呢 大家好 我是田藝尼 歡迎大家來 阿田這個頒獎點 謝謝你 其實我現在之前 我就看完一個無雙譜的拍攝 其實一套劇集叫做《無雙譜》的拍攝 就是下十年代金國亮先生寫的劇本 我們就再重新編排 因為以前的電腦特技和現在的 當然是相差很遠 所以拿回一些經典出來 我們再重拍 做一個很漂亮的特技 我們接下來的這一年 就即將會播出街 剛剛我就從澳洲回來 我就拍了一個中藝的節目 就是一個挺有趣的旅遊節目 我自己都玩得很開心 為什麼這麼開心呢 因為我由十六歲 還沒讀完書 就已經入了這一行 做藝人是我回了一份工作 這次這個旅遊節目 很有機會給我在澳洲那裡打了很多份工作 叫做超齡打工假期 十一月的時候就會播出 希望大家多多不留意 在一個挺特別的 挺新鮮的一個旅遊打工節目 還有禮拜海鮮嗎 是啊 我真的要留意一下這個 是啊 我還有去做農夫 很多朋友 是啊 做水手 我又可以說這樣 好 我們留下特別時間給安仔 好了安仔和大家聊天 各位媽媽的生日傳球朋友大家好 今年其實很寒暈 我佔了一個在這裡抓來的角色 也都受到很多好評 現在晚上播的路表 你很晚了 其實 氣了 這個氣字 每次都說氣字 我覺得 我真的要鬆一鬆 其實現在一直播出街 有很多爭議性的話題都在那裡 但是我們就用一些比較輕鬆 和誇張的手段演繹 其實最主要是希望帶給大家歡樂 一直以來 接著還有二十幾集要過 希望帶給我剛才的觀眾歡樂 還有 最重要是有一種感覺就是有愛 是的 劇裡面其實是充滿了愛 也都很開心 今年可以有一次提供到 這個Astrio台藝台 這個Astrio台藝台 原來不是一定可以來到的 上一年我沒有提名單 之前也有的 所以我也很興奮 這次有兩個劇集的入選 就是中間人和盧姥姥妙的好戲 然後我提名單 加上林主角就是中間人的角色 我們講到這個 TBB馬來西亞星光梅水版獎典 2014 我們稍後會和大家繼續去分享一下 究竟提名單和更多文的細節 不過我剛才跟三位說了一點近況 來到馬來西亞怎樣都要問一下 我知道有三位都經常來馬來西亞 都很熟悉這個地方 我說來到這個地方 一定要有些要做 有些要吃 有些要去 或者身邊有很多朋友 已經叫你幫我買些什麼回來 你喜歡來馬來西亞做些什麼 解釋先 其實馬來西亞真的已經變了我第二個家了 因為來得最多就是馬來西亞 今年好像都會來吃 相近五、六次都有 剛才一下飛機大家已經很餓 知道馬來西亞的東西很好吃 剛才已經吃了大餐 但是很新奇的東西 我都沒吃過 下鍋的老鼠粉 是嗎?老鼠粉 對 你記得嗎? 我一定記得 明天我們就會吃這個 你們首先要跟粉絲見面 對 重點是跟粉絲見面 然後吃東西 但我們最終的重點就是吃東西 對 我們記住那個重點 我們現在就會吃芽菜雞 對 芽菜雞 二波麵菜 對 嘉欣要吃火粉 火粉 可能要吃榴槤 你剛才說什麼 什麼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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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山 對 五指山 對 我們時間給你們再聊一下 對 我們時間安仔說一下 你們倆一定會想吃榴槤 給你聽那個五指山 對 是不是需要不空窄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厲害 其實未吃已經聽過名字 都覺得一定很好吃 一定抓住 我突然說到五指山 因為其實 我自己都沒吃過五指山 因為我之前來馬來南 都是吃貓山很多 對 但是支持我老公來馬來西亞拍戲 他因為留在這裡的時間很長 他就各式各人的榴槤都試過 因為真的榴槤在馬來西亞 留了多長的時間 對 他榴槤在馬來西亞很長 他吃了很多榴槤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原來五指山是最好吃的 他說你今次 你真的要代言這個五指山 我不會翻譯 我真的沒聽過 我相信聽你們這麼說 整個馬來西亞的五指山 都飛不出你們的五指山 給你一點時間 對 不過剛才說過 剛才也說過的東西 就是牙塞佳 大家都知道 我們今次都會有機會 去到怡保那邊 跟粉絲見面 不如先跟大家說說 他們今天的行程 和明天的行程 出現這個記者招待會之後 明天會有兩場跟粉絲見面的時間 分別就是明天的下午兩點鐘至三點鐘 就是在吉隆坡的Paradigm Mall 還有晚上八點鐘至九點鐘 就在怡保的Info Parade 和大家見面 所以 那麼多位的全部朋友 以及那麼多位粉絲的朋友 記住 就去這兩個地方 跟他們見面 可能送些五指山給你們吃 好 好想見粉絲 OK 好想見粉絲 OK 所以我們會有兩位粉絲見面 明天會有兩位粉絲見面 從2到3點鐘 在KL Paradigm Mall 和從8點鐘到9點鐘 在Info Parade 所以 請大家看見粉絲 然後 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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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我們剛才跟稍衛都聊過 然後我們有一個簡單而隆重的 揭幕儀式 揭幕儀式方式 請出我們幾位主題嘉賓 首先我們要請出的就是 電視廣播日文公司 飛行劇製作目的總監 楊榮莎小姐 所以現在我看到 電視廣播日文公司 在那邊 你的手提示 是 現在我們不如 開始我們的 譯讀秘式 然後我們要從1、2、3 這樣一停 我們數三聲之後 請各位 就把你的手放上 我們這個啟動平台上面 所以我們要看 3 大家可以把你的手放在 鬥角度上 3 2 1 你看到 高高高高高低 erenice tap 深水 現代事有有理解